哈囉各位,歡迎回到下一陣幸福的Reaction 上個禮拜我們就是看了非常虐的七八九十集 然後我一度真的覺得有點不想看了 因為我看這部劇的本意是希望可以帶來一些歡樂 但真的太虐心了 然後我就確認了一下後面幾集呢 似乎是會出現一個很巨大的時間的跳躍 就是會連接到幾年之後 應該是不會再那麼虐了 所以我們可以放心的繼續看第十一集以後的劇情 究竟什麼時候可以抵達幸福呢? 就讓我們一起看下去 母親 阿薩怎麼出來捅了他一刀? 他都已經穿病人服了,你還捅他? 不是衰的啦 腫瘤還沒拿就被捅一刀 這個梁小姐她還沒來拿刀刀 梁小姐懷孕囉 我們連弄了她一整天都連累不少耶 其實她懷孕了耶 護士總的中間八卦 其實她懷孕了耶 齁 十手兵來了 嘴角怎麼受傷 天啊 美修美修 onto你 妹修美修 妹妹想說神經病 太愛人神經病了吧 小小兵剛剛很努力的記台詞 我媽媽說 因為你根本就沒有爸爸嘛 所以你媽媽才會說謊騙你的 走 他怎麼穿著一個鬧鐘的衣服啊 放開我啦 放開我啦 胖虎 霸凌仔胖虎 花轟先到手 嗯 我說花轟嗎 花轟你怎麼在那邊花轟 誰說他沒有爸爸 我就是他的爸爸 亂講 他說他爸爸是外星人 喔託也好好喔 所以等他外星人爸爸回來以前 地球上他就是我造的啦 你跟木屯結婚 我很亂的耶 而且 而且 而且什麼 好亂啊 媽媽叫你說 跟花師星阿姨結婚 不准我跟木屯聯繁你 還去叫木屯相親咧 我如果要煩死了 咬的能力好好我這個小孩 要跟木屯結婚 不行 斷氣八糟 下個月我會努力的 把這半 他怎麼又要被吃豆腐了 還說完了 而且為什麼這些在騷擾他的人都是同一系列 長相啊 是在加強某一種刻板印象是不是 那長這樣的人 講這樣的人 就會性騷擾 這是什麼槍啊 這是客家人的槍嗎 沒有啊 我們家也是客家人 我們家人沒有這樣講話 花田村的人都要故意講話 有個很重的台灣國語是不是 這個痴心的台灣國語很明顯是 特別模仿的 黃西 黃西還在打他的虛棍手啊 黃西撿了一個ABC頭 怎麼又是上空秀啊 快轉 不想看上空秀 剛剛是在展示他的刀疤是嗎 什麼他的 為什麼這部劇要這麼多無間好的上空秀啊 為什麼他的 職業期間打贏上百場官司 標題是 戰無不勝 詭辯律師任光期 三連打贏上百場的官司 是一個合理的數字嗎 聽起來有一點多耶 李老闆說 當初你同意和他交往 天啊 他現在在幫性侵犯辯護耶 李老闆犯的錯 只是愛上了你 讓我發生婚外情而已 你胡說 你胡說 我現在在這裡 他是不是快想起來了 快點想起來了 快點想起來了 黃西 你剛才不接受 所以你乾脆鬧上法庭 你乾脆鬧上法庭 你乾脆鬧上法庭 你 你 你 小賤人 my love 喂 李倩 他現在跟你現在一起 黃西浪漫喔 準備了 金紗花束喔 結果這個時候啊 突然走來一位公主 人魚公主就趕快躲起來 你倩很棒耶 沒想到王子一起來之後 以為這個公主就是她的救命兒人 倩倩就是這個公主 怎麼說換你念故事給我們的小孩子啊 他們很棒耶 他們 他們很配啊 雖然牧城真的很可憐 但是倩倩真的很棒耶 我們已經在一起六年了 他很想跟他結婚耶 他愛他 你為了身格住院醫師 已退了我的求婚了 想不到光西居然這麼愛倩倩 這在一起六年很久耶 在一起六年已經完全超過 他當初跟牧城的那個關係的感情了吧 他跟牧城大概只交往兩禮拜 你怎麼覺得這手環代表些什麼 可是你總是想不起來 他居然還戴著那個手環 他已經不記得那個是什麼 但他覺得那很重要 剛剛倩倩為什麼被慶得很不甘願 倩倩這樣 不要巧了 準備睡覺囉 還有 準備打亮雪晶了 不要了 不要 他們家其實還蠻 蠻豪華的耶 很不像窮人家 很大一間耶 這是 是那個拓爺家的房子 外星人爸爸 開著他的宇宙哺哺 來到了地球 結果哺哺突然壞掉了 擋在公車前面 爸爸覺得媽咪漂亮又聰明 這個 這個渣男故事怎麼被媽媽講得這麼浪漫 他恨我都來不及了 為什麼可以來找我呢 可是你這麼做都是為了救他嘛 難道你們這樣身懷不夠辛苦嗎 拓爺好好喔 他是真的希望牧城可以幸福耶 他不是想要佔有他或什麼的 他就是真心希望他可以幸福 這 這個病 吃藥會不會好 小樂居然從小就生病啊 不成 悲情女主角的一滴淚水醬 我甩到一種賣衣送衣 還有個噁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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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已經有觸控性了 什麼 拓爺是不是被捲入什麼不好的勾當裡面 讓他欠下一筆可觀的賭債 然後要他拿地氣抵押借錢 這個邪惡同學怎麼現在也變成了一個邪惡律師 不能講話沒有關係 只要你像現在這樣緊緊握住我的手 以前真的超好的 以前其實認識光希也沒有很長一段時間 他就是很好的幫這個他沒有很熟的這個男的開刀 然後發誓要好好的保護他照顧他 這超好的一個人耶 他們頂多怎樣就算是有點小曖昧吧 不見好的那脾氣臉 再看一次 學不會啦學不會生氣 生氣 李倩真的不離不棄耶 李倩謝謝 你剛剛說什麼 哦 哦哦 好啦跟李倩在一起啦 李倩 李倩照顧他然後幫他康復還陪了他六年耶 哦 他要求婚啦 李倩答應了吧 李倩你聽不懂英文嗎 李倩你聽不懂英文嗎 他怎麼嗆人啊 李倩你聽不懂英文嗎 李倩你聽不懂英文嗎 嗯 李倩因此之前沒有辦法答應 可能也是心裡有個顧忌吧 啊 覺得就是之前還有一個木層 他本來有一段刻骨明星的愛情 卻被我們隱藏起來 現在就要跟別人結婚了 他跟以前的愛情也是另外一種愛情啊 這媽媽開心得很咧 兒子變成他想要的樣子了 我不覺得這樣對光希是好的 小玲怎麼這麼善良啊 我都覺得這樣很完美 但是律師這種工作不是本來就這樣嗎 就是不分善惡的啊 就是只有輸贏的問題 光明的虔誠 合適的伴侶 人人呈現的社會地位 是啦 是啦是啦 我要他忘記過去 忘記所有的不快樂 我這樣做錯了嗎 好難喔這一題 六年後的光希感覺真的是過得蠻好的 就是以前我覺得可能年輕的時候看會覺得 可是我當初有一段刻骨明星的愛情 可是我覺得在我這個年紀看這個故事會覺得說 確實現在的光希他在這個六年後 那個接近三十歲的年紀一個很成功的事業 然後一個超級好的一個女朋友 然後就是一切都就是前途光明 就其實這一切對光希這個人來說並沒有不好 可能就除了對沐晨還有小樂 就比較可憐一點 沐晨啊你是村長秘書 幫我們寫封email 我們要找個律師 找律師 這個BGM這麼的戲劇性 叫你用身體暴打我也是應該的 他就我的不行是不是 我跟你講我辛辛苦苦養他這麼大 幾瓣都讓你吃料料 給我吃三杯 光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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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夠打人 律師 你要煩我240小時設計法律服務 240小時事業法律服務 240小時事業法律服務 他感覺這一段應該NG很多次 因為他的手還有一個節奏 就因為我打了那個王八蛋 你要煩我240小時事業法律服務 光希你就去好了 說起來真巧 我最近買了花田村的土地 不巧啊 這是同一件事情啊 是的 何總您的邏輯真好 可是花田村這些鄉民真是愚蠢到了極點 土地都賣了 就是不搬遷 不要幫他們打官司 不讓你做一次好人 我一戶貼補他們50萬的不償金 我根本不想浪費時間在那裡 我查過了 連GPS都找不著這個地方 這個利益衝突下 他不應該接這案子吧 這很大的利益衝突耶 他去做這社區服務 這完全不合理啊 怎麼又再沒穿衣服啊 我要跳過了 我不想看他上空 只有倚倩想看他上空 我還以為要霸氣撲倒 不行啦 倚倩小嬌好可愛喔 而且都不是小手術 我真的走不開嗎 欸 氣嘟嘟 你會成為最漂亮的媳婦 哈哈哈哈 他這六年以前教他英文 所以他現在英文變得很好的意思嗎 我見好想說 終於可以講點英文了 講中文好痛苦啊 你一定排不起的 花田村怎麼有這麼有錢的小霸王 自己給的遙控車要三萬塊 三萬塊很貴 三萬塊可以買真的車耶 拓爺身上怎麼有兩隻鹿 拓爺現在不穿破壞風的無袖上衣了 嘿嘿 我告訴你 哇 你就不用錢了 你別帶出去 這媽媽這樣不可以吧 媽媽把他鎖在家裡 你來我不簡單啦 叫那個母親啊 叫那個老闆喔 我老闆喔 他好火啦 我嚇你去港國外 我就把你收在裡面 花田村的人 都有點瘋耶 每個人都在花風耶 他才每次都在路上這樣 光溪 硅 mobilize 還沒遇到 他這感覺是爆胎 他怎麼是在看後車廂的感覺 他怎麼穿紫色外套 畢生的積蓄要給他看 我記 greasy 小樂 和花轟 搬到都市去 花轟原來是他的兒子喔 沐晨 你在害羞對不對 哈哈哈哈 我就是喜歡你這樣啊 Oh my god 雖然生過小孩齁 還是像少女一樣羞澀 單純 啊呦 沐晨為什麼這麼衰啊 他一直遇到一些很噁的人欸 其實你條件非常的好 你一定可以找到一個比我更好 沐晨很高情商欸 一瓶水 這個妹妹怎麼了 幹嘛沒看過吳劍豪是不是 也不照照鏡子 不知道被哪個野男人搞大肚子 躲到我們花田村來脫生小孩 被我看上是你無氣欸 沐晨好可憐喔 他一直遇到好噁心的人 我的天啊 不可以這樣誤化沐晨 沐晨好可憐喔 他幹嘛啊 他在飲料裡下藥喔 好可怕喔 那能是誰啊 他是我們花田村花卉產銷班班長 所有的花農都要靠他吃飯看他的臉色 喔 所以是花田村首富 好可憐喔 我先給你生米組成收穫 OMG 害怕你不乖乖聽話 你先要嚇死 根據刑法309條 與346條 你已經涉及公然侮辱 沒錯 欲恐喝醉 你真是公然侮辱 蘭姆辰 他剛剛說的一些話 你從小聽到大的 應該已經買了不起 他從小聽到大的這種話 好悲慘喔 我喝這壞大套的錢 爸爸 啊 你在叫我嗎 對啊 爸爸 是的 我還沒結婚 你就是他爸爸 你看到你這哺哺 哪坐的公車 你像跟媽媽說的一樣耶 噓 妹妹很重要 不能告訴人家 哈哈 爸爸 鬼天啊 哈哈哈哈 沒有這麼大 很好吃 这些村民是感觉是现场随便乱掰自己的名字 我是那个 花茶好了 我觉得我今天好这整段都在本社演出好好笑哦 Oh my god 太多资讯量了 花茶蜜料是我家的独门秘方 酒精打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八十要去洗胃了吧 百分之八十胃会出问题吧 我这次来这里帮大家免费服务 我今天好 他的手很多情绪哦 脱掉了 脱掉了 他又要上空了 人 光 西 律师请 你会永远不败记录 就只有我 人 光 拓也 西 拓也还要复述一次才发现 就是我 人 光 西 你为什么在这里 蛤所以这集他们还没有重逢 居然到这集都还没有重逢 好那这样看完之后我觉得 下一次我们跳到比较后面的集数看好了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会看到什么时候 十二集才十二集 我后面还有二十几集耶 好的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 欢迎大家留言分享对于今天reaction的想法 我们下次见咯 bye